在欧洲的这个冬天到来之前,又一个欧洲国家撑不住了,七万多名抗议者走上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街头,抗议政府现行的能源政策以及物价暴涨。 他们谴责政府全入俄乌冲突,对俄实施制裁,引发能源价格暴涨,但同时却又对飙升的能源价格无所作为。 对,示威者打出携油给乌克兰人最好的,给我们的只是两件毛衣的横幅,要求捷克政府总理立即辞职。 要知道捷克可是冲锋在反俄的最前列,为了反俄反华,甚至国内老百姓能源危机爆发,物价涨上天都在所不惜了。 捷克的政客可以丧心病狂,但是老百姓可吃不消了。 除了捷克之外,保加利亚也开始态度大变,不顾欧盟的禁令,也开始和俄罗斯洽谈能源合作了。 而匈牙利更是就不同意对俄罗斯能源制裁,一次次站在了挺俄的最前沿。 也就是欧洲的核心之一,法国也公开表态了,马克龙公开声明称,无力在亚太位于中国为敌。 法国不做别的国家的富庸,虽然这可能仅仅是马克龙的豪言壮语,但不得不说,小马哥还是欧洲国家当中。 为数不多的头脑能够保持清醒的西方政要,眼看形势欲加危急,开始释放信号不做美国的富庸, 就是在提醒欧洲国家该紧急刹车了,再跟着美国跑下去,欧洲很可能连底库都输没了。 这是在亚洲国家纷纷表态不选边站之后,欧洲国家也不淡定了,如今的欧洲,正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分裂危机。 因为许多欧洲国家知道,这场乌克兰战争持续下去,欧洲的能源危机将会持续下去,更何况俄罗斯已经破釜沉舟,无限期终止了被西一号能源输送。 这对于欧洲能源危机来说,只能是雪上加霜。 欧洲政客们也已经声称,做好了彻底和俄罗斯油气全面切割的准备,称宁肯用高价能源,也不向俄罗斯低头。 可是你们做好了,欧洲的老百姓做好了吗? 在德国等一些对俄罗斯能源依赖严重的国家,由于制裁俄罗斯爆发能源危机,能源价格上涨十倍之多。 这对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是无法承受之重。 德国总理舒尔茨把德国牢牢绑定在美国战车之上,对德国经济乃至德国民众的生活,造成重大冲击。 而德国女外长更是声称,宁肯用美国的高价能源,哪怕是国内的老百姓集体抗议,德国也不会改变制裁俄罗斯能源的决定。 为了度过能源危机,德国政客号召全民少洗澡,洗澡只洗几个部位。 可是当记者采访舒尔茨问他几天洗一次澡时,这位德国总理大言不惭地称,我每天都洗。 至此这些德国政客们的双标嘴脸,赤裸裸地暴露在整个世界面前。 为了警报美国的大腿,即便是自己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也在所不惜。 美国把欧洲国家推到最前沿,深度绑定到乌克兰战车之上,想利用欧洲集体不买俄罗斯能源来托死俄罗斯。 殊不知,即便是没有了欧洲市场、俄罗斯的能源还有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接盘,而没有了俄罗斯能源的欧洲,就只能用美国的高价能源了。 不要忘了,现在的世界第一出口能源大国是美国,一方面从俄罗斯低价进口能源,一方面在高价导手卖给欧洲,可是赚翻了天。 而这次由乌克兰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爆发之后,德国等西方国家不得不高价从美国进口高价能源,把美国乐的鼻涕炮都出来。 这不是美国最想看到的结果吗? 看到了吧,这些欧洲政客们被美国卖了,还在帮着美国输钱呢,真是可悲可叹。 尤其是就在这两天,欧洲国家又玩出一个大动静,声称要给乌克兰50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 每个欧洲国家都要出钱,帮助乌克兰最后一搏。 自己国家的老百姓都水深火热了,连电都用不起了,都要劈柴取暖过冬了,还勒紧裤腰带援助乌克兰。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些欧洲国家的老百姓终于清醒了反对援助乌克兰的呼声瑜伽强力。 而这一次的捷克大批老百姓走上街头,反对北约和欧盟要求,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是个开始。 欧洲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老铁们等着看好戏吧。 前段时间天气真热,不但我们这边热,欧洲那边也热。 最近这几天,好像欧洲和东亚约好了一样,天气都凉了下来,但天气变得凉快对欧洲来说,可不是件什么好事,因为冬天快来了。 我之前说过,冬天向来是俄罗斯的盟友,却是欧洲最大敌人。 冬天才是决战的时刻。 为了欧洲冬天,美国、欧洲、俄罗斯、伊朗还有中东各产油国都在紧锣密鼓,进行找找这场决战的准备。 还有个国家最近在猛烈地加强欧洲人的痛苦。 哪个国家呢? 这种是怎么能少得了大漂亮国呢? 这段时间美国在中东的表现极其诡异。 怎么个诡异法呢? 它差不多天天在炸叙利亚,而且人家直截了当,大大咧咧地表示, 我们炸的就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外围组织。 伊朗人啥反应呢? 他们先说美军的袭击,侵犯了叙利亚的领土主权完整。 之后他们又说这些组织和伊朗没关系。 态度有点烂。 为啥烂? 我们等一下再讲。 美军8月23日这次袭击,根据美军发布的声明, 只是炸了设施,没伤着人。 既然伊朗人说这些组织和他们没关系, 那美国人就不客气了。 第二天也就是8月24日,美国人又炸叙利亚了。 炸的理由是当天叙利亚东北部,两座美军基地先后遭火箭弹袭击, 三名美军人员受轻伤。 但是以往人没吭声,第三天美国人又炸叙利亚了。 美军中央司令不说,在过去24小时, 美军打击了和伊朗有关联的武装人员。 这次美军触击的规模更大,动用多架武装直升机。 对地攻击及核安777榴弹炮, 打死四名武装人员,摧毁七部火箭弹发射装置。 这次伊朗人还是不吭声。 那么美国人不断地炸叙利亚,这是想干嘛呢? 这得和最近美英媒体拼命在狂吹的一件事联系起来。 他们说就在这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核协议, 已经非常接近达成了。 他们还说为了和美国人达成协议, 伊朗这次可是接受了很多之前不可能接受的条件。 简直就是被美国人摁在地上摩擦,都不吭气啊。 更猛的是这些媒体还说,为啥伊朗在核协议, 在叙利亚授集都不吭声呢? 因为伊朗人目标大, 他们早就准备填补俄罗斯在欧洲市优市场留下的空白。 他们还列出了伊朗准备开拓市场的国家, 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土耳其。 那么伊朗人能卖出多少油呢? 这些媒体说了一个天文数字, 光现在伊朗人手头, 就有一桶石油在手上, 而且它每天还有四百万桶的产能上限。 这个数字不得了, 要知道全世界每天的石油产量, 也就九千六百万桶。 这么一个大头杀进市场, 整个世界的优价岂不是要大跌? 近段时间, 沙特和阿联酋有点紧张。 沙特已经放话了, 说有可能通过减产来平衡石油市场。 啥意思呢? 就是钱还没赚够, 不能因为伊朗核协议达成, 就让国际优价大跌, 伊朗增产多少? 欧派克会减产多少? 但沙特和阿联酋有点沉不住气, 表态太早了。 因为真正比他们还关心油价的 其实是俄罗斯。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马上会想到这事了。 7月19日, 伊朗总统莱西, 俄罗斯总统普京, 即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 在伊朗首都举行三方峰会。 这次峰会要从本质来说 其实挺横的, 等于把全世界大部分的石油, 天然气资源, 等于被他们掐在手里了。 如果这三家能齐心一致, 美国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说到这里, 大家就明白这段时间, 在中东美国人为啥表现得这么诡异了。 就在想离间俄罗斯, 伊朗, 土耳其, 还有中东那些产油汪液国之间的关系。 当然主要针对的就是俄罗斯, 伊朗和土耳其三家。 我之前说过, 随着欧洲寒冬的到来, 能源价格飙升, 一将会使很多欧洲的资金, 被迫转移到美国, 二是会将会使欧洲很多原来占优势地位的制造业, 被迫转移到其他国家, 尤其是中国。 说到这里, 就来个简单的总结吧。 一句话, 领冬将至。